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错我昨天已经来过这里了 但是被拒载了 所以说今天又重新买票来到这里 我将从这里开启美洲之旅第一站去纽约 提起美洲不知道大家印象是什么 哥伦比亚开启的大航海时代 殖民地独立战争等等 趁着等飞机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捋一下美洲的历史吧 美国是一个非常新而又非常古老的国家 第一批定居者大约是在1.5万年前 抵达北美的亚洲游牧民族 而美利坚合众国直到1776年独立先严才成立 自从第一批欧洲人11492年抵达以来 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数百万人 也前呼后应地来到了美洲 许着殖民者的到来 许多土著及其文化在十六世纪消失殆尽 来到1760年代 当时的英国控制着大西洋沿岸的13个殖民地 拥有250万人口 在击败法国之后 英国出台了一系列税收 遭到抵制 尤其是1773年的波士顿清查事件 导致1775年 马沙诸塞州爆发了武装冲突 随后1776年 在华盛顿领导下赢得了独立战争 宣布殖民地独立为合众国 1803年从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地 使美国的面积扩大了一倍 也扩张到了太平洋 虽然这个国家面积很大 却只有400万人口 独立制限制了人口的发展 北部各州废除了独立制 但南方都为棉花生产 需要大量独立 于是七个南方蓄奴州反抗 并建立了联邦同盟 爆发了美国南北之间的内战 以北方的胜利告终 而林肯却在距离胜利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遇刺顺亡 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 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 国土面积983万平方公里 人口3.3亿 经过十几个小时终于到纽约了 过关的时候还是被问了很久 弄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顺利入境 真的是很坎坷 这一段旅程 但是无论如何终于开启了 大家不要怪我形象那么邋遢 要是算上多哈那一段的话 就已经在路上差不多20多个小时了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JFK机场 纽约有很多个机场的 现在呢准备去坐地铁了 这就是纽约的地铁站啊 可以看到这边的线路太多了 错综复杂 你们想象吗 纽约的地铁最早的条线 在我们清末的时候 它就已经有地铁了 纽约是为美国的东北部 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 人口880万 面积778平方公里 联合国总部所在地 因此也被誉为世界之都 是世界文化 金融和媒体之都 亿万费用最多的地方 也是一座移民城市 聚集了超过800种语言族群 有些社区60%的人 不会说英语 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可以看到这边的地铁 都是比较老旧啊 这条线路应该也是比较长时间的 但是还是挺干净整洁的 我现在已经坐到他们的市中心了 上去就是第七大道了 然后就是那个时代广场 也是世界的十字路口啊 但我必须吐槽一下 就是我买那个40美金的那个票 其实它只是机场的接拨 那就是一点用都没有了 而且我去退的话 它还能不能退 它说要我自己打电话 去那个银行来退这个钱 因为它是充值的 所以它他们这边也退不了 但是呢 它可以免费要让我坐过来 但我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啊 还是处处充满了套路啊 在这里 这边的公交系统还是很发达了 坐地铁基本上什么地方都能到 现在从这里出去啊 在这边还是有很多卖假的要V品牌的东西啊 这里就是快到七大街了 这里就是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啊 可以看到这边的管道太多了 每一秒都是金钱的味道 时代广场是纽约曼哈顿中城的主要三叶十字路口 唯一白蓝会和第七大街的交汇处 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 而它的原名为揽埃克广场 1904年 纽约时报将总部搬迁到当时新建的时代大厦 也因此更名为时代广场 这里的繁华远不止纽约的地标建筑时代广场 它还有东边是坐落的联合国的总部啊 但是很少人知道在三四十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红灯区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坐落街传奇这部电视剧啊 它讲述的就是1971年那个年代的红灯区啊 就是就是这个地方 现在已经完全是改变了 这个车要40美金做一趟 还挺贵的这个环包车 这种逛逛车来逛还是挺不错的哦 好就先不给大家逛了 先去找住的地方 明天再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城市 不得不说它这边的地铁线路还是很多的啊 就是到哪里的车都有 还是挺方便的 但是那个基础设施是比较老旧的 可以看到墙面都掉漆的啊 但是也可以说出它这边地铁的年限比较久啊 很难想象它从清朝以前就已经有地铁了 就是清末的时候明初 这边有个有趣的现象 地铁这边是有人在这边卖东西干嘛都是可以的 是私人啊不是说是商店啊 现在下车了先准备去酒店啊 这铁还是相对比较脏的 出去的话是不用票的 这个是清理的前台 还不错哦 现在上来了 这里是我住的地方 给大家看一下 我住的是这一间 我住的是床位啊 这么一个房间有12张床位 我住的是这个床位 要59接定60美金 相当于370多人民币一个晚上的一个床位 而且还是最便宜的 在这边真的是住不起啊 而且这边坐地铁要3美金一次相当于是20人民币 纽约真的是带不起啊 带不起 这里就是曼哈顿的上城区了 给大家看他们的地铁是有多隐秘啊 就是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出入口就是地铁站了 地铁是比较老旧一点 这里呢就比较有生活氛围了啊 可以看到建筑的外墙啊 都是有这种消防梯的 火灾的话就可以从这里爬下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居民区的商店的价格啊 这就是比较最能反映他们真实物价的地方了 像奥利奥在5块9到6块9 牛奶在2块到3块 像植物油在5块美金左右 像这些洗衣液在2美金左右 他喝的汽水都在2美金左右 这边他们的食品区 可以看到他们的汉堡包在4美金 三文字在3到6美金 买了一个汉堡 一瓶喝了 然后再加一个洗衣液 加在一起就要8美金了 相当于50人民币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虽然这里是美国 但可以看到 这边的大部分车都是日系车为主啊 日厂啊 丰田 马自达之类的 当然也有其他的车 但大部分还是日系车为主 还到你夜地电视前 先办一张电话卡 在美国上网真的贵啊 办了一个无线流量的套餐 是50美金 再加办这张卡是10美金 就相当于是60美金一个月 T-Mobile这个公司的 在这边是有价格的啊 单次是2.75美金 然后33美金是7天无线次的 这个是30天无线次的127美金 这个呢是包括了84的话要62美金 现在下地铁了 刚才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有个黑人 就对着那个乘客就一顿骂 然后要骤人家 然后他们就乘客就走开了 另外有一个白人的小伙呢 就跟他吵起来 拿刀下唬他 后面那个黑人就走不去了 这事就才这么晚啊 真的你要是对美国有多希望 就有多失望啊 特别是在地铁上面 形形色色的人都有 包括这边要钱的啊 流浪汉啊 这里面住的这些都算很正常的 刚才那种事情就是 有安全问题的事情 也很正常在这里 我已经遇到两次了 现在出地铁了 从这边呢就可以坐渡轮 免费渡轮来回上岛 就可以免费的浏览自由女神像了 这边好多警察 可以看到它是每半个小时 就有一班的船 现在已经快到一点半了 现在准备进渡轮了 右手边是最好的位置 可以看到那个女神像的 现在上来了 果然这边是很不错啊 大家可以看到自由女神像就在这里了 这应该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来观观自由女神像 自由女神像呢 她是一百多年前 法国送给美国 为了纪念美国独立一百周年 象征着自由 独立的象征啊 自由女神像 1884年7月在法国王宫 并被拆分成350块 装传上法国护卫舰 依泽尔号抵达纽约 作为1886年 法国赠送给美国独立先年一百周年的礼物 象征着自由和民主 王冠的七道关门 则象征着世界七大洲 这应该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 其实它是可以上岛了 但登岛的话 就要30多美金 就不是很划算 而且还没有近距离看 可能还没有远近离看 那么的好啊 虽然这个是渡轮啊 但估计真正的乘客很少啊 大部分都是游客 比较多 又掉个头回来了 直升西从自由尼舌山上面飞过的时候 太有感觉了 太多好莱坞大片都有这个画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金刚啊 就是独立日之类的 从港口出来之后呢 我直接往这边走 就是华尔街铜牛了 走到这里呢 就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了 是全球最顶级的金融交易中心之一了 这里就是华尔街了 这里就是华尔街了 是最精明的地方 所有的游客都这边 跟着那个女孩子的铜像拍一张照啊 就是网上看着 纽约证券交易所 这个就是五位女孩啊 像真正女性也可以追求平等 权力和力量 这条街就是华尔街了 世界的财富都集中在这条街啊 华盛顿 这个天主教堂 然后呢 这边就是 纽约的证券交易所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华尔街之狼啊 就是在这边拍摄的 这里就是华尔街铜牛了 好多游客啊 可以看到地下都有这种烟筒啊 专门是骂热烟出来 应该是 他的地暖和地下管道 时候奔出来的烟啊 不知道这边要不要打马赛克啊 大家都来抓一下他那个蛋蛋 你看都颜色都不一样了 排成两条队啊 一条队呢就专门是拍他的蛋蛋的 另一条队是拍他的头的 这太有意思了啊 我就不排队的太惨了 这个华尔街铜牛 它是力量和勇气的象征啊 就意味着股市永远是牛市啊 就是往上涨的意思 现在准备离开华尔街了啊 其实里面是有一句名言的 就叫做 when the going got top the top got going 我们现在就往911 世贸中心走 这一栋也是新的世贸中心 就在椅子旁边盖的 现在所在位置就是 世贸中心的椅子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这事情震惊了全世界 2001年的9月11号 那时候这个我还在读书啊 读书中还是想着我忘了 你看他现在这个椅子啊 就是像一个人造的瀑布一样 水流一直穿离不下的 往那个洞里面流啊 但是他这个洞是 无论在哪一边都看不到底的 他是这样的设计 两个水池代表了 当时世贸中心两座建筑的 切切位置 周围写着的是 那天遇纳民众的名字 这两个水池也是 整个北美最大的人造瀑布 水流向永无止景的洞口 无论从水池的哪个角度 都看不到底部 郁泽山口永远无法被填平 永远不会忘记和原谅 那天发生的恐怖袭击 他的椅子有两个啊 就是当时2001年的时候 三子塔被转了 现在就是剩下椅子了 那边一个这边一个 然后这里呢 就是主要要的国家纪念馆呢 就为了纪念这件事情 呃 这个事情看似 就是塔利班的 拉登和美国的恩宴请求 但其实 它的影响是波及到世界每一个人 这边的影响是波及到世界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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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世贸中心 从这里进来之后呢 就可以分身到各个大厦之间了 这里也是世贸中心的地铁站 这个站台是挺现代化的 在商场对面有一个专门卖苹果的 我们去看一下苹果是卖什么价格 不在这边 这边的安保就会比较严格一点了 这个就是苹果13 Pro Max 128的是1099 256的是1200 512的话是1400 1T的是卖到1600 这个是13 Pro的是 128的是1000美金 256的是1099 在曼哈顿的下层区 做的最多件事情就是抬头了万这些建筑 每栋建筑都不一样 看他们的地铁站都是很隐秘啊 都是一个这种隧道 下去就是地铁站了 可以看到它上面是很光鲜亮丽 但是它下面呢完全是两个世界啊 它这边随便的那种剪头发呢 都要32美金到56美金 这价格真的剪不起头发啊 也做不起地铁在这里 可以看到曼哈顿下层区的道路设计啊 还是挺奇怪的啊 这边人行道 然后自行车道 然后再往这边呢就是停车道 停车道之后呢才到了这边了 这边呢就是 行车道了 行车道只有三条可以看出来 但是这边也不塞车 最主要原因我感觉就是因为它这边的地铁 行车道实在是太丰富了啊 那这里就是个地铁站了 那这里就是个地铁站了 你在曼哈顿哪个地方你都可以坐地铁走了 但是价格是挺贵的 这里呢就是32街 然后这边应该是韩国聚集地啊 这边韩国人很多 这边在传福音 然后呢再往那边都是下层区 就有个意大利间 整个 纽约是积极了800种不同 种族语言的人 所以说有百分之五六十 他都不是说英语的 在这边是很正常的 这里就是第六大道了 第六大道对第五大道都是购物天堂啊 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人种的多样性 体验到多样的文化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第六大道 然后我身后的这个大厦呢就是这边的地标性建筑 帝国大厦啊 看过好莱坞大片珠珠侠金刚都知道这个大厦了 然后这个大厦是1931年建成的 是当时的世界最高的大厦 现场在1931年是我们的民国时期 他就这个样子啊 就太厉害了 而且这个记录一直保持了40年 直到1970年的世贸大厦建成座才超过了他 但是在2001年911事件的时候啊 世贸大厦被转了嘛 然后他又成为了纽约市的最高的大厦 直到2012年世贸大厦重建之后他才不是 我们看了猪猪侠一从这里跳到那里去的啊 还真的都是有食物的 可以看到这边排队的游客很多 这边要预约才能上去的啊 从这里上去上面的景色就很不错了 但是我没有预约 而且我有无人机 所以说就没必要花这个钱了 在下面看一下就是 从帝国大厦然后往他们上城区走啊 大概守十几分钟左右 就到他们的中央火车站了 中途呢会经过他们的纽约市 在公共图书馆啊 可以看到还是很大气的 这图书馆 给大家拍一下纽约的公交车啊 可以看到啊 现在停车了 你看他这边停车之后呢 他这个车会 底盘会自动的下降的 你看他一开车呢 他底盘就升起来了 这还是挺人性化的 而且这个车看起来也不新 终于到了纽约的中央车站了 可以看到外观真的很雄伟啊 不知道还以为是一个歌剧院啊 这里呢也是无数电影电视剧场景里面 有人群里分别的地方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多乐街传奇里面那个爱运动的女孩啊 从凉之后呢 从这里离开纽约 但后面他还是回来了啊 这里真的是人来人往啊 纽约这个大熔路 有离开的 有过来的 在这里呢 就充满了 呃 离别 不舍 在这里呢 就有很多 餐厅 可以做个消息 可以买吃的 在这边等火车 还是挺多人的 很热闹 这边的有价格啊 像披萨在5美金左右 然后像热狗在6到7美金左右 在纽约火站吃一个纽约热狗啊 这么一份要5.2美金 从纽约中央车站出来之后呢 沿着42路一直往前走 就到了 又回到了时代广场了 又能看到我们的五粮夜广场了 现在又换成五粮夜的广告了 在这边真的是每一秒都是金钱啊 在这边看广告都挺不错的 比看电影还爽 哇 这个估计要打马赛克才行啊 大家好 我是阿柯在路上 今天是我来美国的第三天 今天呢 我将去中央公园采访一下当地人 看一下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是什么样 在采访前呢 先去吃个早餐啊 现在能找到最便宜的食物 就是在这种小商店里面的汉堡了 这么一顿早餐就要6美金啊 现在是38人民币 真的现在零早餐都吃不起了 看来我要把吃早餐的习惯给借掉才行 现在已经到中央公园了啊 等一下就给大家去采访 吃完早餐后 Hello,excuse me are you locals here? yeah,kind of ok yesterday I'm a youtube I'm travel all the world I'm Chinese Do you mind if I interview some question for you? interview some question? Security in the US Yes So can a single lady they walk in the midnight along is ok? Oh no Oh no Oh no No Ok I mean how many percent the teenager they get the high education? I have no clue You have no idea? A half a half or ninety percen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How much you know about China? Not really Nothing Nothing We know foo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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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know I know not much honestly Ok I ask you some really simple question Do you know some Chinese city or something? Chinese city Chinese city A city in China? Yeah Um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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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s one The one where the Oh Oh The one where the Um I have a friend that's from China Oh you have a friend in China but you have no idea She It's from the city where they have the Sanghai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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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ity where it has Remember the tomb The tomb of like the emperor that's like it's all underground Like his grave and it's like all the soldiers like the clay soldiers are everywhere The clay soldiers are everywhere Si Yang the name is Si Yang Si Yang Si Yang Yes From there Yes Have you planned to go to China have a look to VE to travel? No I wish I would love to But you have blown out of pandemic so it's really hard Yeah after that Yes It's far Yeah Yeah It's quite far It's really far Yeah by the plan maybe 14 15 Yeah Hours It's really far No it would be really hard Yes Yeah No definitely that But no it's a beautiful culture Yes It's a very old culture It's very nice Yeah No school visit Definitely Okay Okay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Yes Yes And have a good day Enjoy your breakfast Thank you too Okay Bye Enjoy I'm going to go 今天的天氣真的很不错啊 看到没有很多小朋友在这边写诗 还有很多华人 帝国大厦要是被誉为女约的演的话 那个中央公园就是女约的肺了 可以看到这边是草坪 童和树重 童和树重 胡泊都有啊 而且这里还有很多 运动设施 这边是个小朋友玩耍 踢足球的地方 这边的松鼠真的好多啊 而且不怎么怕人的 满个草坪全部是松鼠 有没有那种动物懂众言的感觉 真的灵感就是来演绎生活啊 你看走这么近才跑 太可爱了 除了第一个呢 他觉得问题比较伤傲 主要但是呢很友好 然后面我又接下来又问了五六个人 有两个呢 他愿意接受采访 但是看了问题之后呢 后面还是拒绝了 其实问的问题也不是很深奥的问题 就是很简单 就是中美贸易之类的那些问题 他们都是挺敏感的 而且感觉这边的人 他不是很愿意接受镜头 接受采访 前面的讨论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你更多说话 你先说话 我的名字 你可以拿一下 对 你愿意我拿一下 低级吗 不 没 没 没 我的名字是Jenna 我26岁 我学校在学校 但我真的没有用了我的课程 我开始旅行 后来我学校 后来我学校 我其实去台湾 马来西亚 和巴黎 我真的专注了 在找到果子 我没有知道 然后就认识 其他旅行 和人 想要生活 一样的生活 那是你的意見嗎? 你介紹你的意見嗎? 我认为自己的方式有不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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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种方式有很棒的方式 谢谢你 你呢? 你告诉我们更多的方式 我的名字是Michelle 我24岁 我去学校 我认为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所以我都会过7年 我做真的许之一多 因为我认为了反而不过 但是我也认为了解银行 也认为这个靓音 我认为我想像太心 我玩 instruments 像是使用人类疑 或者是人类疑 或是用人类疑 拳架 你的科学 跟风筹 云业 所以 我真的感兴了 和别人是这样的方式 一些的方式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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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野田中說 我們會去做一個探訪 所以就要知道 在這裡的地方 我們住在 然後可以知道 什麼是餵的 什麼是不 所以我找到 這些東西很重要 我感覺到我近來 我的牠們 所以要收拾人 從人家人們 是很大的給我 嗯 yeah 最近結束借著了我這段十anne理 我最近到殷ruck了 我去了中國歐一年 我去 kneada Peru再兩個建議 �ל選其是故意 我 modeled做一些相關專要管的矣絶 嗯 好酷 你是好酷 這個 showc說自己的 compon壳 來開始我的社會 哪一首 你好 對 空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China? Honestly, I know a little bit. I don't know too much. Do you know Chinese cities, products, brands? I mean, I know a lot of our stuff comes from China, you know, like a lot of our products. But to be honest, you're asking me this and I'm like, I'm not that aware of China. So I feel like I have a lot to learn. How about you? Yeah, I my really good friend when I was in college actually studied Chinese. So she would talk a lot about different like parts of the language and also the history and just like a lot of the hardship that went on. And yeah, just lik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nd like phases where it was really difficult and then phases where it was, I guess, more amicable. But I personally like really don't know that much. But she shared a lot with me. But this was maybe four years ago. Have you been to China? No, I haven't. For a layover. A layover one night. Oh. Yeah. I thought about going to China because black eyed peas were out there. So I was going to fly to China. But it didn't work out. That's going on. The second, how about the security in the U.S.? Okay. Well, just I guess compared to like traveling to other countries, I would say I do feel rather secure here. You know, so like compared to Colombia when I was there earlier this year, although I did feel safe in Colombia. But I felt like, you know, certain areas that I have to like be more careful and like look out, you know. I mean, so can you walk around in the midnight? It's better not to. Depending on the area though, like some places is fine. But for the most part, like it's not really recommended. So here for me is different because I can walk around and I feel safe. So yeah, I would say that's my experience with like security. Yeah. The other question, how about the medical security? Yeah, with how much money this country has, the country really doesn't value like medical security for people. If you have money, then you can get great care. But so many people are, yes, poor people are denied access or it's very, very expensive for people. And even how that trickles out into like food systems here and food access, like there are a lot of food deserts for people. So people eating a lot of processed foods and yeah, like really disconnected from like locally grown farmers or foods and farmers. And I think it all kind of trickles out. So yeah, it's it's really tough for a lot of people and it's it shouldn't happen. Yes, it's really tough. Yeah. So have you asked the other question? What impact the Chinese U.S. trade war on the line? I feel like that I can't answer that question. I'm sorry, I'm not sure. The price going up. Okay, like how did it affect us here? I mean the clothes, the food, anything, yes. Okay. I think I might pass this to you. I don't know when this happened, but I do feel like with COVID, like thing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expensive. and yeah, meat shortage supposedly and that's going up to the prices of the meat have been going up a lot. And there has been like my friend back in 2019. He was saying that meat would end up becoming short. Like there would be a shortage of in prices would boost up and like vegan products would be pushed more. So that's something that I really don't know too much in terms of like trade situations. But yeah, I feel like prices are getting more expensive. And it seems like there are more people who now are making. It's like the middle class is disappearing. Like we've been in this country kind of seeing that happen over the last 10 years. Where it's like there are people that are making upwards of like $150,000 a year. And then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staying at their same income level. But because of inflation that is like becoming less than what it was 10 years ago. So I think it's really tough for a lot of people. Okay,the last question. How many percent of the people they get a high education? I mean at the university or more than the university. But for a teenager, how many percent? I mean I think there's a,I'm not sure percentage. I think there's a good percentage that get high education. But the thing is even if you get high education it can be hard to get a job in the industry or like the field that you studied. And like even if you do like my best friend she just graduated she finally got a job after a few months of like looking. But the job doesn't pay or like it pays well but for the amount of money that she invested into schooling. I feel like it doesn't really add up. So I feel like for a lot of people they invest so much into their education. But the return the investment that they put in doesn't always like pay back as much you know.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 good amount of people get high education. But then there's also like a good amount that don't you know decide not to go to school. So I'm not sure percentage wise. I would say like maybe half yeah like maybe half go to school maybe half others don't. I don't know maybe not half maybe like 30 percent or something. For the people that do the high education and then the rest I wouldn't really say do so much high education. Yeah I feel like it's probably really dependent on where you grew up. So it's really normalized in cities and wealthier suburbs to go to school like college or get a masters or graduate school these things. But in other spaces then and even within cities it's like you need to get a job because you have to support your family or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he resources or you know I think there's a fair amount of like financial aid with a lot of schools. And it seems like the access to that is increasing because college is becoming so normalized. But I still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have a lot of trouble. Yeah I think New York is like a really great space to explore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And I think certain areas can have like their bubbles where it's very like homogenous like it's very much all the same kind of people or class. But I think there are also other spaces that have a lot of diversity and can be really welcoming like the archetype of the New Yorker who's really rude and kind of like snobby. Like that's not all of New York. Can you say something to Chinese? Yeah so I'm not from the city I'm a little bit outside of the city. But I would definitely recommend coming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natures in I gues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or like New York. Because people often think about the city you know the buildings but then there's so much outside of it. So it's really nice like there's great parks like Central Park you know and that's a lot of nature and there's a lot to explore in the city itself like all kinds of experiences you can have. But I would say do that and go outside of the city. So yeah. Thank you so much. Yeah thank you too. Have a good day. Thank you. Thank you. I'm going to leave a Alessi's business. You know, my fish is the same area of life. Thomas. It's my own business. You know,that's it. It's it. You know, WATCH it's my own value. It's my own business. And if I don't like that. You know,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do it. It's the only thing I want to be. itos. 这里就是大东汇艺术博物馆的镇门 看到很气派 很大气蓬勃之势 这里就是他的镇监 旁边就是卖热狗的6美金 两个热狗 就是最便宜的食物了 真的在这里三天的时间都不够 从埃及的木乃伊 再到欧洲的雕像 从希腊的神庙 再到中国的园林 从莫奈的碎莲 然后再到山西的药师金变土 这每一件产品都是精美绝伦的 从正门过安检 安检的时候 他会检查你的 有没有这种疫苗 然后有没有预约 才能进来 进来之后就在这边买票 一个这样的售票机 先到我买票了 还有中文服务的 所以很方便 成年票是25美金 老人是17 儿童是免费的 学生12美金 然后就给钱就好了 票买好了 他还有一个电子票的 我把它发到了我的邮件了 可以看到二楼就是我们的餐馆了 有中国印度 日本韩国 还有东亚和南亚 这是一楼的场馆 刚刚问了一下 他现在的政策改了 只能买票只能一天 之前是三天通用的 所以说呢 就是很多地方我都来不及逛 我就直接先去我们的中国馆 逛一下 在二楼 这是一楼 一楼呢 都是埃及的一些文物啊 这些都是真的不是假的 连这个棺木也有 这个假发 哇 这假发还保留这么好啊 是1941年挖掘出来的 他们应该是埃及第十二王朝啊 哇 他的产品真的太多了 不能在一楼待了 这样时间不够啊 我直接去二楼吧 所以看这个牧师太夸张了 你看这边的介绍啊 New Kingdom 是公元前1390到1395年 太夸张了 直接搬过来了 真的别说拍摄了 就是在这边 参观三天都不够啊 所以说只能舍弃了 能想象到这里吗 是跨越了大西洋的美国啊 居然把埃及的整个神庙都搬过来了 终于到二楼了 这边呢就是亚洲的艺术馆了 哇一进来就很熟悉啊 可以看到这个佛像真的很壮观啊 这是唐的三彩世女奇马俑 可以看到就算是当时中国女性的地位也是挺高的 这是明朝省州的西山秋色图啊 这么长啊 这么长啊 以前的人做画啊 看这个画件实在是太长了 然后呢 在末尾还落笔啊 这里还放了一个当代礼金的圣燕一号 我怎么感觉他画这个画有点丑画的感觉呢 大家猜一下这一幅云山影区图是谁做画了啊 真的很大气磅礴 看完这个石厨绘画之后呢 从这里进来 就是整个中国的园林风格都翻过来了 有没有感觉回到了寒州的感觉啊 这边很正宗的一个中庭设计的风格 这应该是红木 这一幅就是大名鼎鼎鼎莫奈的碎莲了 这一幅是莫奈的燕尾花 这一幅就是房高的花瓶中的花树 在这边呢 产品真的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很多地方是不允许拍摄的 所以说呢 大家感兴趣的 可以自己来这边参观啊 最好花个两天时间 一天是完全不够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